在尤文被扣掉10分后 拉奇奥上升至联赛第二 并成为纳布勒斯之后 本赛季一甲第二支获得欧冠正赛资格的球队 因为尤文扣分 国米、AC米兰、亚特兰大和罗马均上升了一位 但是罗马主帅穆里尼奥对于这个时候处罚尤文感到不满 因为他的球队最近遭遇六轮不胜 有点摆烂的意思 葡萄牙人认为 如果早点宣布尤文扣分 他就不会放弃一甲针刺了 AC米兰无疑是最大受益者 尤文被扣分后 他们是直接从联赛第五上升至第四 现在红黑军团在只剩二轮的情况下 领先联赛第五的亚特兰大三分 因为一甲同分先比较相互战绩 考虑到两回合 面对亚特兰大一胜一平战绩占优 所以他们在剩下的两轮比赛只要拿到三分 那肯定能在积分榜上排在亚特兰大前面 至少能排在一甲第四 提前锁定一个欧冠正赛名额 排名第三的国米跟排名第五的亚特兰大相差五分 国米只要在下一轮主场面对亚特兰大拿到一分 即可提前锁定一个欧冠名额 考虑到国米在只剩二轮的情况下领先罗马六分 且相互战绩占优 所以目前他们至少已锁定一个欧联杯参赛资格 而罗马和尤文分别落后欧冠区四分和五分 他们基本无缘争事 但罗马仍然可以通过赢得欧联杯冠军来获得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按规则 一甲前次原本是可以直接获得欧冠正赛资格的 但本赛季国米和罗马分别闯进了欧冠决赛和欧联杯决赛 如果他们本赛季同时夺冠且无缘前次的话 那么一甲第四是要去踢附加赛的 但如果只有国米或罗马其中一只拿到欧冠或欧联杯冠军 且无缘前次的话 那一甲前次仍然可以全部进欧冠 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会改变到AC米兰最后两轮比赛 拿三分即可进欧冠的事实 排名联赛第十一的佛罗伦萨虽然落后罗马十分 无缘一甲前六 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杯和欧协联都打进了决赛 他们只要赢得其中一个冠军 就可以获得下赛季的欧联杯资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